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个有趣的算法题 在我们使用这个搜索引擎的时候 例如大家看,在我们这里面 比如说你要是上这个亚马逊的话 你在它的搜索框里面输入一个关键字的前缀 你看,输入关键字的前缀的时候呢 它这个搜索框下面会有一个下拉框 这个下拉框会根据你这个当前输入的字符呢 补权你的关键字 比如说我输入的是py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输入的是py的时候 那么像刚才这个模式一样 它会在这个下拉框里面呢 提示把这个关键字给补权 那么这个算法的题目的要求就是 你如何设计一个这种关键字补权的功能 也就是说给定一段 给定一串字符串的集合 那么你输入一个前缀之后 比如说你输入前缀之后 然后返回所有以这个当前输入这个字符串为前缀的所有字符串 那么更加抽象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定一个这个 给定一组关键词 例如t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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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nt 然后给定这样一组关键词之后 要求你实现一个功能 当用户输入一个前缀的时候 例如输入一个t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以t开头的字符串 像这个t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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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字符串呢 他们的集合返回给用户 那么这种功能实际上刚跟我们显示的关键字符权功能 它实质上是一样的 这就是这一道算法题的需求 OK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要完成这道算法题 我们当用户输入在这个输入框中输入这个前缀字符串的时候 我们这个下拉框给出这个所有以输入字符串为前缀的关键字的时候 这个速度要必须很快 所以如果我们是把这个输入的字符串在给定的关键词中一一比对的话 这样这个速度就很慢 那么要想实现足够快的速度的话 我们就必须使用到一种数据结构叫做字典数 大家看这里面显示的这个图形就是一个典型的字典数 这个字典数是根据这里面我们给定的这些关键字来构造出来的 那么字典数的每一个节点呢 实际上它可以包含它可以指向多个字节点 例如上面这个节点呢 它就可以指向三个节点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输入的关键字 全部是由这个小写字母组成的话 假设是由小写字母组成的 那么每一个这个多叉这个字典数的节点呢 就可以有26个牌子 大家看在这个一开始有T的第一个节点之中呢 它可以分三个节点 那么T呢走到第二个节点之后 又可以分两个节点 分别是O和E 那么走到TE的之后呢 又可以分三个节点 分别是A 分别对应了这个 分别是TEA TD和TN 大家看 那么如果我们要给定 构造出一个这样的数据结构之后 给定一个这个字符T 那么我们从根结点走到这里面来 走到这一颗指数 然后把这个指数下面的所有叶子节点 全部返房给用户 那么这样的话 所有的这个以T为开头的这个前缀的关键字呢 就可以全部得到了 那么从这里面便利下来的话 这个速度就很快 假设我这个页子 假设我这个关键字只有三个字符 那么从头便利下来的话 只要便利三步 只要走三个步骤 我就可以得到所有的这些关键字了 大家看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要去构造这样一颗这个多差数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多差数的这个数据结构的定义 在我们代码里面有一个try no 这里面呢 就是对这个多差数的定义 大家看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代码里面这个map呢 是一个这个哈希表 这个哈希表对应的里面是一个by和一个 剩下的第二个这个这个哈希表呢 对应的这个关键字是一个byte 然后它的这个值呢是一个节点 大家看这个map呢 对应的就是下面这个分叉的地方 那么由于我们这一个节点呢 对于所有由26个小写字符组成的关键字来说呢 这个map呢 最多有26个元素 那么这个map对应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三个 大家看这里面这是这个它的这个指节点的指针 OK 那么如果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s 如果当前这个节点对应的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关键字的话 那么这个s就把这个关键字存储起来 大家看在这里面所有的叶子节点都是存储了 都对应着完整的关键字 所以这个trino数据结构呢 我们这个trino的数据结构呢 这里面这个s呢 就会包含对应的这个字符串 OK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调用就是这个next node 那么给定一个字符之后 我们看一看这个关键字下面 有没有对应的这个节点 例如在这里面我们处于这个节点t 那么你给定这个字符over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next node呢 要用这个next node的时候呢 会在这个map里面去查找 有没有字符o对应的这个字节点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构造一个新的这个节点 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当前节点中 如果有的话 直接返回这个节点就行了 例如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从输入这个字符t 走到这个节点的时候 再输入这个字符o 那么这个节点一开始t呢 下面还没有生成这个to节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调用在这里面 这里的代码呢 这里这个代码呢 就会被调用 调用起来之后呢 这个to节点就可以生成了 如果这个节点已经有的话 就可以直接返回 ok这就是我们这个try node 这个数据结构呢 就对应这个多差数中的一个节点 那么这个get node呢也很简单 get node就是根据根据一个给定的 根据一个给定的字符到我们这个哈希表中去查找 有没有对应的子节点 那么最后这个get all next nodes呢 是我们利用这个26个小写字符 分别到这个哈希表中查找 如果某一个小写字符对应有一个子节点的话 就把这个子节点加入到一个对列中 然后访好回去 ok 那么构建这一个二差数整个多差数的这个逻辑呢 是在这个try builder里面实现的 大家看try builder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adwords呢 就根据这个给定的这个字符串呢 去构造一个这个多差数 假定我给定一个字符串是to 也就含有两个字符t和o 那么我们独处 当这里面这里面有个循环 那么我们会便利这个字符串 首先呢会便利这个首先第一个字符是t 给定这个字符t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构造这个节点 然后读到第二个字符o 然后再构造这个节点 ok他就是按照这个给定的字符来构造相应的这个多差数节点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这个to这两个节点之后 接下来我们给定的字符串是tea 也就是这个t的这个关键字符串 那么我们会在这里面在这个外循环的时候呢 先拿到这个tea 手字符t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就可以找到这个节点 然后拿到第二个字符e e的时候呢从这个t里面去查找 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找不到第二个节点 因为一开始我们只构造了左边这个节点 那么他发现没有这个e对应的节点的时候呢 这个next node 大家看这个next node呢 在这里面会new一个节点 然后加入到这个map中 于是就产生了这个节点te 然后最后再补取a的时候呢 再根据这个te节点呢 再生成第三个节点 再生成这个节点 所以这个adworth这个调用呢 主要是用来这里面这个adworth这个函数的调用呢 主要是用来构造整个这个字典数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接口叫做add node list to stake 它的作用是把节点下的所有指节点加入到这个堆栅上 大家看这里面有一个堆栅 大家看如果给定的这个节点t 那么我们刚才这个调用呢 这个add node list to stake这个调用呢 就会把左右两个子节点to和te加入到这个堆栅上 他就会把这两个子节点加入到堆栅上 如果给定的节点是这个te 那么他会把下面三个节点全部加入到堆栅上 ok 那么构造好一颗这个字典数之后 我给定一个这个关键字 呃呃呃字符串 关键这个呃 也就是这个关键字的这个前缀字符串 那么拿到这个前缀字符串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个二叉数里在这个多叉数里面去查找 以这个前缀开头的所有关键字 那么拿到这个前缀的时候呢 我们根据这个前缀呢 在这个呃 先在这个多叉数里面查找给定的节点 假设我们这个前缀只含有一个字符t 只含有个字符t的话 我们从根节点开始找到的这个节点是这里面 大看就找到了这一个节点t 接着我们的代码 大看接着我们的代码 把这个他的字节点呢 全部加入到一个对站上 假设进来到这个t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他的所有字节点 to和这个te加到对站上 那么加到对站上之后呢 再把这些节点给弹出来 假设现在我把这个节点to和这个te呢 加到对站上了 然后分别弹出来 那么我把这个to弹出来的时候呢 我去检测这个节点是不是一个叶子节点 如果是叶子节点的话 那么他就对应着一个关键字字符串 我就把这个字符串给加入一个对列 大家看在这里面 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会把它给弹出来 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会把加入对站的节点弹出来 然后看一下这个对站是不是含有一个这个 给定了一个关键字字符串 如果含有字符串的话 那么我就把这个字符串加到这个all words 这个对列里面 大家看这个to呢实际上是一个叶子节点 所以他含有一个关键字字符串 就是to 那么我就把它 我就把这个字符串给加入到一个对列中 那么这时候呢 他已经没有止节点了 所以我们继续从对站上弹出第二个节点 弹出的是这个te节点 那么这时候弹出te节点的时候 在这里面我们会去判断这个节点呢 有没有一个这个关键字字符串 那么由于这个te节点呢 他并不是一个叶子节点 所以他就没有关键字字符串 那么没有的话 我们就把他的所有孩子给加入到对站上 于是就把te的三个孩子节点全部押到对站上 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时候all words的时候 会把它全部给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调用这一个add no list to state 通过这个调用呢 把这个当前这个节点的所有子孩子节点呢 全部押到对站上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三个节点tea td和ten押到对站上 然后再分别把它们从对站上弹出来 那么弹出来的时候 发现这三个节点都是叶子节点 于是把这三个叶子节点所含有的字符串 也全部加入到一个对列中 那么整个流程走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字符串to字符串tea td tn 就全部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对列里面 就全部加入到这个对列里面 那么这个对列含有的这所有字符串呢 就是以这个t为前缀的所有关键字 ok我们把这个代码走一遍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们先给定所有的关键字 然后把所有的关键字呢 通过这个a words呢 全部构造 全部用来构造一个这个多差数 我们设置断点看一下 好走起来看一下 ok第一个字符串是这里面 大家看这里是这个t 那么走这个t的时候呢 我们往下走 先这里面new一个根节点 也就是勾到第一个根节点 勾到第一个根节点之后 我们进入到他这个next node 大家看进入到他这个next node中 进入到next node的时候 由于这个根节点 还没有对应t的字节点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勾造这个t字节点 ok大家看在这里面我们勾造一个t字节点 大家看我们就勾造了这个字节点t 然后继续往下走 ok 那么走到第二个字符的时候 是e得到的第二个字符是e 然后当前这个no呢 大家看这个no呢 对应的现在就是这个t节点了 由于这个t节点还没有子节点 是对应这个字符e的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又构造一个节点 那么就构造了这个节点 te构造了这个节点 ok 然后继续往下走 那么此时这个no呢 对应的是这个te节点 然后此时我们第三个字符呢 大家看第三个字符是a 那么这时候te呢 还没有产生这一个节点 所以接下来的步骤呢 接下来的步骤呢 我们会生成这一个节点 ok再往下走 ok在这一步的时候就生成了这个节点 ok我们就走完了这个 ok然后接着来到下一个这个字符串 大家看这个字符串是to ok大家字符串是to to的话从这里面大家看 一开始这个跟节点已经有这个字 有这个字符t所对应的节点了 大家往下走 第一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字符是t 那么这个t对应的节点已经有了 大家看对应的字对应的字符已经有了 所以他就不走到这里面来 然后直接把这个节点给返回 ok把这个节点给返回之后 然后我们下面再跟加接下来对应的是这个字符 o 那么t对应的这个节点呢 他对应的这个字符 o还没有相应的节点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新生成一个新的节点 大家看对应这个字符o的时候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生成到这里面 我们要生成这一个节点to ok ok大家看 那么经过这个步骤的话上面这个节点有了 这个节点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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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to也有了 ok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便利每一个字符关键字字符串呢 就可以把整个多差数给建立起来 那么后面我们就不走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走到这个 get all works by prefix 在这里面 ok 把这个段点去掉 大家看 那么这时候我们给定一个这个前缀字符串之后呢 我们要找到所有以这个t为前缀的所有关键字 那么通过这个t呢 我们先找到这一个子多差数的根节点 也就是这个节点 那么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们得到的这个none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节点 ok得到这个节点我就出来了 ok我们就出来了 那么到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get all next nodes 那么get all next nodes 是得到这两个节点 得到这个t节点下面的所有子节点 ok得到所有子节点之后 要用这个函数 大家看要用这一个函数 把下面的to和te这两个节点呢 全部压到对站上 ok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 先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走到这个t节点的时候 我们通过便利26个字符 把对应的这个字符有对 如果某一个字符对应着一个子节点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子节点加入到一个对列中 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时候 这个字符呢 大家看这个字符e 大家看这个字符e呢 就对应了这个节点 所以把这个te节点加入到这个对列中 然后再来一次 ok我们看一下这个字符是 大家看这个o 这个o对应的是下面左边这个节点 所以把这个节点也加入到这个对列中 然后返回去 然后把它给返回 把这个对列给返回 那么这个对列arr对列里面呢 就包含了两个节点分别是to 这个to节点和这个te节点 把回去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两个节点 把这两个节点拿 大家看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把这两个节点给压住到我们这个给定的对站中 压住到对站之后 再把这个节点给弹出来 ok我们再把它给弹出来 把这个拿过来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压住对站的这两个节点分别弹出来 okto出来 大家看这里面这个none ok大家看我们就把这个to节点给弹出来了 弹出来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节点含有一个完整的关键字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节点呢 加入到这个all words这个对列中 ok加入到all words 大家看这个all words就含有关键字to了 紧接着把第二个节点弹出来 te弹出来 te弹出来 这时候他发现这个te节点呢 含有的字符串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关键字 所以他就走下去 然后把这个节点的所有 就使节点找到大家看 所有这个 这个getall next nodes呢 就会返回teat dten三个节点 然后再把这三个节点加入到对站上 ok 紧接着再把对站上的节点弹出来 这时候再弹出来的节点是这个 大家看弹出来的节点是tan 然后就把这个tan 然后就把这个tan节点对应的字符串 加入到这个对列中 然后继续弹出来 弹出到下一个这个 由于这个tan下面 大家看这个tan是叶子节点 所以在这里面 getall next nodes呢 返回的这个节点对列就是空 是空的话就不会有节点 再加到再加入到单前的对站上 所以下一个对站的节点就是ted ok 这个ted 然后再把 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现ted是个叶子节点 所以把这个节点的字符串 加入到对列中 ok 由于这个节点呢 没有子节点 所以这个函数调用呢 并没有新的节点被压入到对站上 最后再把对站上最后一个节点tea给弹出来 ok 大家看这个ta给弹出来 这时候ta弹出来之后 再把这个ta字符串压住对站 那么此时呢 对站上所有的节点都处理完毕了 也就对站为空 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出来之后这个对列里面呢 大家看这个对列里面呢 返回来的这个对列呢 返回来的对列呢 返回来的对列呢 就包含了所有以t开头的这个关键字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关键字给返回去 这样的话 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把所有以t字符t开头的关键字都返回来了 这就相当于当用户在搜索框里输入前追字不算t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t有关的关键字给返回给了用户 那么这个作用呢 就相当于开始我们给大家显示的这个关键字补权的这个功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算法满足这个题目要求的算法 那么我们这个算法的这个复杂度呢 跟我们这个字符串关键字的长度有关 大家看在这个我们每一个这个叶子节点呢 如果叶子节点拥有相同一个负节点的话 这就表明叶子节点所对应的关键字呢 拥有着相同的前缀 比如说这个tea td和tm有同一个负节点te 所以这个te呢都是下面三个节点的前缀 那么这样的话整个二差数呢在构建的时候呢 它的高度呢跟这个关键字的最大长度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我们所有关键字的最大长度是三个字符 所以这个多差数的这个层次呢就是三层 ok 那么每那么这样的话每次去我们根据每一个 我们会便利每一个这个关键字里面的字符 然后根据这个字符呢去把这个根据这个字符呢去构造相应的节点 那么每一次那么我们对每一个字符呢 每一个关键字它的每一个字符都会便利到 所以整个算法的复杂度呢是这个所有关键字的这个字符的总和 ok 比如说在这里面所有关键字字符的总和是TO 这有两个两个三个三个三个 所以这些字符数加起来呢就是整个算法的运行效率 因为给定一个字符串的话 我们都便利都要根据每一个字符串的字符便利整个多差数一遍 ok是这里面那么它的这个空间复杂度呢跟也是跟这个字符 关键字的长度是相关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关键字中它有一个这个最大的长度是这个 假设是n的话那么整个多差数就需要差不多是n的这个倍数的节点 大家看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关键字是3 它的长度是3tn 所以从上往下呢就需要三个节点 三个节点 所以整个多差数它的这个空间复杂度呢跟这个跟这个字符串它的这个长度也是相关的 那么这两个的分析呢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这里面就不详细的去进行了 但至少在这里面给定这个多差数的时候呢 那么当我们输入一个前缀的时候 根据这个字典数呢 我们能够快速的找到给定前缀的包含给定前缀字符串的所有关键字 那么这个功能呢就需要用这个字典数来完成 那么说说引擎框里面的这个补权呢 那么基本上它所使用的方法也是类似于这个字典数 只不过在这里面我怀疑在这个引擎的后台呢 大家看这个引擎的后台呢可能是一种分布式的结构 我们这里面呢是把整个这个问题简化了一下 那么但至少这个多差数呢 字典数呢就已经能够满足我们这个算法给定的要求了 也就是给定一段一组这个关键字字符串的集合之后 你输入用户给定一个前缀字符串的时候 把所有包含这个前缀字符串的所有关键字能法环 那么用这个字典数的数据结构呢就很方便和很快速了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谢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个CodingV3的课程 那么大家后面呢可以根据扫描 这一个我的这一个公众号 那么在里面可以及时得到相关的这个信息更新 或者是给定新的技术文章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拿到代码的时候可以根据我们这里面的讲解 逐步调试来看一看以便对这个代码加深理解 好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V3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